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我上面流行出现了一种新的高科技叫55度杯 无论你是把冻水倒进去还是热水倒进去 它都会变成恒温的55度 真的这么神奇?我现在带大家一起去看看 高科技恒温杯你会购买吗? 相信很多电视机前面的观众都会说一句 这些东西是骗人的,我才不信 但实际上的情况又是怎样呢? 一起来看看我们的调查员在街头做的访问吧 大家知不知道这个55度杯?有没有听过这个55度杯? 没听过 它就是说将冻水倒进去它会变成温水 热水倒进去那一刻它会变成温水的 所以大家你信不信它有这么神奇的功效? 不信 有,它真的有 真的有这样的功效 可能是肯定有可能的 我觉得就是好像没有传说中的那么 那么热?对对对 如果是说这些高科技大概300元一个 如果要你给钱买你买不买? 300元又没试过,怎么知道效果如何? 那如果是免费送呢? 免费送当然喜欢,当然很厉害 从现场对街坊们的采访可以看得出 打着高科技旗号的55度杯 成功引起大家的兴趣 而一听到这个55度杯不用签免费送 大部分人都表示可以拿回来试一下 我们现在就让大家看看这个55度杯 这个神奇55杯的真面目 打个吧,接着快点看 没有的 没有的,对了,没有那么大的 随街条的,是不会免费送杯给大家的 调查员在街头无意的 正是最近在微信上被封转的最新的朋友圈 习赞免费送,只要保佑费几十元 就可以免费领取55度杯的这个甜 令到55度杯在微信上带红带纸 网上就宣称这么细小的杯非常神奇 它可以迅速领导汇水降温 又可以马上令到凉水升温 杯里面的温度始终稳定在55度左右 55度杯走红的原因 就是因为打着高科技的旗号 以及触住我们对饮温水好的生活习惯 到底这个55度杯是否真的可以做到恒温55度呢 调查员展开了调查 现在我们就去街头找一下 有没有我们说的55度杯 现在立刻再试一下 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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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我想问一下这里有没有那只55度那只保温杯吗 没有啊,不行 什么杯啊 就是那个水温会,就是加水热水会降到55度那只杯 那些高智人杯,有什么东西搬吧 没有啊,好啊 好,谢谢,谢谢 实体店购买失败 不行啊,走得很累啊 不找了不找了,找了这么多间都找不到 走几条街 那我先上班 我要出大招 走,跟我走 喂,喂,阿欣 帮我转发一下我新转发的朋友圈 喂,你好 帮我点赞一下我新转发的朋友圈 好,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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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点赞一下我新转发的朋友圈 谢谢,谢谢 你坐吧,你用杯子包吗 牛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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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杯吧 原来已经有媒体曝光 这些集赞帖都是来骗你游费的 关于这个集赞送杯的骗局 夏二斑市已经有市民报案 警方正在介入调查 集赞转发免费送赞 失败 在淘宝网上输入55套杯 一共出来了1.29万个搜索结果 价格从19.8到298元不等 产地多数集中于珠三角和长三角两地 为了保证实验的真实准确性 调查员任性地选购了淘宝天猫 认证官方旗舰店的产品 价值298元的55套杯一港 搞定 这么快我们就进入了实验室环节 我们进入实验室的目的就是试试这款55套杯 是不是就像它的说明书上所说 可以升温又可以降温呢 那我们作为对比 我们又在市场买了一个马克杯 它们两个的容量都是差不多280毫升左右的 那我们作为对比一起看看是否真的这么神奇 按照网上宣传所说 只需要将100度左右的废水倒入55度杯入面 摇一分钟左右就可以变成55度的温水了 所以在实验当中 调查员就先将一回的洁水煲滚 虽然大家都听到D的声音了 譬如水煲滚了 为了我们这个实验的严谨呢 我们也是用温度计 来关注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究竟水温是多少度的 我们现在测到温度计上面显示的 是真的滚到100度的了 将100度的滚水倒入55度杯之后 调查员就立即对水温进行测试 100度的滚水马上就变成90度左右 接约来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到底杯入面的水 可不可以在一分钟的窑房之后 马上变成55度的温水呢 55度杯来了 音乐 1.2.2.3 1.2 1.3 1.1 2.3 1.1 2 1.1 2.1 大概在56度左右浮动 真的挺神奇的 我们只游了一分钟 它就已经可以到50多度了 一分钟的遥防之后 杯里面的滚水由原先的90度降到56度 这个和宣传所说的55度相差无几磅 但这个降温的速度算不算快呢 我们用一个平时最常用的马克杯来对比一下 它不是我平时用的 我没有一些红啤啤的小杯 用马克杯来试试 它的降温效果更好 还是我们这个55度的降温效果更好 现在我们立刻把烧烤的热水 倒入马克杯 现在我们测到杯里面的温度 是95.4C度 现在我们将这杯水放在一边 看看一分钟之后 那杯水的温度去到多少 这么快一分钟就过去了 我们看看现在温度是多少 现在温度计算是88.1摄氏度 这样就没有我们这个55度杯的降温速度那么快 一分钟之后 马克杯里面的滚水 只是降到88度 接着来我们继续用马克杯来降温 看看需要多长时间 杯里面的热水变成55度的温水 终于等到 我先看看 我们大概用了25分钟左右 终于马克杯降到我们可以 饮用50度左右 我们可以从刚才的测试当中看到 马克杯里面的100度滚水 要变成55度的温水 需要25分钟 而50度杯只需要摇一分钟 就可以马上喝到热水了 看来50度杯一分钟降温 果然是名不虚传 我们上一个测试是测试它的降温速度 降温速度确实有优势 我们现在看看它的升温如何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已经准备好一壶冻水 我们现在测试一下冻水是什么温度 这个温度计算是27度 我们现在将冻水倒入50度杯中 同样这个杯酸青 只要摇一分钟 当冰冰的冷水马上可以变成 和宜人的55度温水 如果这个是真的 那就真是各大女士的福音了 好了 我们扭上杯盖之后 我们再摇一分钟 看看时间 准备了 来 好了 一分钟时间够了 现在温度计保持在37.6度 嗯? 没有它说得那么厉害 一分钟之后会变成55度 这一次的结果令到调查员大失所望 杯中的冻水在摇一分钟之后 由原来的27度 只是升到37度 软正 远远未达到55度 接着下来 它继续測温度 看下这个杯会否在接着下来的时间里 慢慢升温 三分钟时间过去,调查员再次打开杯盖测试水温 结果就发现杯里面的水由37.5度降到37.3度 不升反而降 可见这个杯最多可以令到27度的水升10度左右 并不可以达到其宣传的效果当中的55度 我们这个55度杯一路主打恒温 既然我们之前做了这个升温的测试和广温的测试 我们现在就做了这个恒温的测试 为了可以测试55度杯的恒温效果 我们选择一只保温杯来做对比 将75度的水同时倒入55度杯和保温杯当中 在接着下来的三个小时内 我们每隔一个小时来测试水温 看看哪个杯的保温效果比较好 今次过了一个小时 我们现在回到实验现场 我们看看我们两个杯之间的温度对比是多少 先打个保温平时 看看它有多少度 我们的保温杯是63度的 只有43度的 喝过足之后 原本75度的水在保温杯当中降到63度 而55度杯当中降到了43度 第一个小时保温杯的保温效果明显比较好 暂时看起来 暂时看起来 我的保温杯的保温效果是好一点的 但是 我们未作定论 两个小时之后 回来看看 它两个小时之间的温度 相差有多少 好 好 这么快我们两个小时之后过去了 我们现在回到实验现场 我们看看两个杯之间的温度变化如何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55度杯 前后经过三个小时的时间 55度杯中的水 由原先的75度降到35.5度 而保温杯只是降到57.8度 保温杯中的水在三个小时之内 依然保持着最佳的喝水温水的温度 而恒温效果方面 55度杯明显就没什么优势了 而且在前面那么多实验内 我发现我们的55度杯很胀 最好了 我的手 不如称不称它多重 称一个 称不称它多多 称应一两 我们明 calculate 600克 有一斤也多一点 就veyические气泡汤汤丁 也多重 500克 55度杯的重量有一斤二两 而普通的不锁钢保温杯 同时我上网在官方旗舰店上面看到 它上面有个注意事项 这个55度杯当你第一次喝完热水之后 你再加上100度的水 大概一个小时左右之后 它才会变回滚水 这样算一算一个小时 我什么杯热水都摊凉了 综合以上的所有实验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50度杯在倒入第一杯热水之后 确实可以通过一分钟摇晃而迅速 变成55度的温水 但假设想立即喝第二杯温水 就要等整个小时后 滚水才可以降到55度 另外假如倒入的是冷水 一分钟摇晃之后 水温最多升到37度 而不可以到达55度 至于保温效果 是比不上常用的不瘦降保温杯 其一斤二斤的重量也不方便带 上一次我们调查 风味朋友圈的55度杯 它号称 无论倒入多少温度的水 都可以一分钟之内 变成最适合饮用的55度温水 调查员连续做了三个实验 发现这个杯 确实可以将第一杯热水 迅速降温 但升温最多只可以到达37度左右 而保温方面 就比不上不瘦降保温杯 这么有优势 而接着来 调查员的好奇心爆棚 他就想找出这个杯 究竟是用什么原因 令到水温、升温和行温 它的保温杯是金属内胆 它可以保温 而这个55度杯 它同样是金属内胆 但它可以降温 究竟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可以令到它降温呢 就是这样看我就看不明白 唯有拆开它 试问拆杯技术哪加强 生活调查员就粉肥了 不好意思 不是很压运 休息一下 再休息一下 再来 好像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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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好像可以了 搞定 但是好像看起来 没什么特别 只看起来 好像跟一个普通的内胆 没什么特色 显示一下 没什么特别 不能处到 нем我 起来 有螺丝 我觉得里面一定有 我们继续拆开它 再看一下 一顆螺丝挺好扭 鼻子扭得很紧 先让开 等一下被它冲出来 我没有看到 螺丝很短 倒不出来了 哦 我知道為什麼 根據我這個初中的物理告訴他 一定要在上面開氣孔才行 我繼續鋸 開到孔先 有水出的 好像可以了 我來試試它 哦 哎呀 看看那些液體的顏色 偏黃的 調查員肥倫力劫千辛萬苦 鋸了一層的塑料 再鋸多一層的不鏽鋼 扭開關鍵的螺絲之後 發現一些黃色的不明液體慢慢流出來 逐漸有250毫升那麼多 難道這個就是55度杯 改變水溫的秘密 我們先聞聞它有沒有刺激性氣味 是沒有味的 但是有些像我們平時喝的水 那種味道 那究竟對我們人身體有沒有害 或者對它有沒有腐蝕性 我們當然交給專業人士去測試一下 另外怎麼猜 55度杯金屬裡面的膽裡面的液體 是三水合醋酸辣 它主要成分 它是一個叫三合醋醋酸辣的東西 它本身三合醋醋酸辣 本身它是一個虛能劑 據專家介紹 這種液體平時多用於電子 而標合野金工業 由於三水合醋酸辣會隨著溫度的變化 轉換成固體或者液體 在轉換過程當中就會產生物理反應 釋放或者吸收溫度 所行的是三水合醋酸辣屬於無度溶應 而它的配置也不難 配量生產之後也比較便宜 55度杯的秘密並不是好像宣傳所說的 微米級全熱材料這麼高科技 昨天訂的杯將我們給我拆了 三百塊啊 三百塊都不給我啊 你想還原它嗎 還原?不可能吧 裡面的水都被我倒出來拿去檢測 沒有神仙水在裡面 它有什麼用呢?廢了 誰說的?你把水裝進去 裝到原來的位置就可以了 水?什麼水? 就自來水啊 水龍頭的水? 你騙我嗎?有沒有可能啊?我不信 你不信啊 我給你看 來 計55度杯大熱之後 有網友寫了一篇55度杯 復原篇同樣成為了熱門話題 這個網友想到其實普通的水 亦都可以釋放溫度以及吸收溫度 用水來代替三水合燥酸辣 倒熱有何不可呢? 嗯?真的嗎? 網友說一些東西是不是的? 試一試我就知道了 好,就這樣試一下 我裝點水進去試一下 真的可以先 調查員就決定復原這個行溫杯 首先它用膠帶封好原先鋸開的位置 然後將同樣是250毫升的自來水 鋸入杯的甲層裡面 最後將不鏽鋼內膽 原封不動地套上原來的塑料層 一個杯就這樣被我還原了 還原了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要試一試 確認真是重兼備著那個 抗溫和消防的功效 即刻就鋸入去試一下 我們將100度的滾水 倒入復原杯裡面 水溫立即降到80度左右 接著來搖一分鐘 看看可不可以降到55度 好 一分鐘時間夠 放回這個杯 立即打開去看看 是不是真的水龍頭水 都可以達到這個效果 咦 63度 一分鐘搖完之後 用自來水填充的復原杯 將滾水降到63度 雖然不及原裝杯的降溫幅度大 但也算是一杯可以馬上飲用的溫水 我們繼續靜止這個復原杯 每隔一分鐘測試一次水溫 在不到三分鐘的時間裡面 杯裡面的水溫已經接近55度 既然它的降溫性能沒有太大變化的話 我們現在馬上來試一下它的升溫性能如何 同樣我們將一壺常溫的水 倒入復原杯裡面 再辛苦調查完 搖一分鐘 肥倫你就當減肥吧 好 時間到 好 經過一分鐘的搖晃之後 它現在是34.3度 那確實是有升溫的 哇 用自來水作為夾層的復原杯 居然也具備升溫的效果 水溫由原先的27度 升到34度 那又是為什麼呢 你水溫的劑沒那麼快 沒那麼快 沒有快 就是你搖那麼一分鐘 那效果並不 沒有那麼快吧 還是時間的問題 所以水其實也是可以 可以的 可以的 所以你是有這個作用的 有這個作用 但是這個作用不是很明顯 特別是那個 因為水蓄能不是很好 經過我們一番的調查和實驗之後 我們發現這個55度杯 在這個熱水降溫的狀態下 確實效果是相對明顯一點的 而在這個凍水升溫 只是去到三十幾度而已 並不是好像宣傳這樣 可以去到55度的 而我們這個55度杯 跟我們保溫杯之間的比較 就好像效果沒有那麼好 加煎這個杯 靜重到六百多克 加上水之後 攜帶方面 就不太有優勢了 而且這個杯 經過我們試驗之後 是跟高科技沒有什麼關係的 至於你買不買 那就看個人喜好 好了 我們今期的調查到這裡 我們下一期 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